我接下来请教一下立将军 因为我们看到北约现在援助了首批的美制的F16战机 由丹麦 荷兰还有挪威向乌方来做移交 那将近有50辆 但是呢巴西有专家认为说 这不过是移交给乌克兰人的另外过时的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可能以前开的不是F16嘛 乌克兰的这个空军可能开的是米格29或是其他的 所以对这个部分来说 他似乎他可以马上可以接手嘛 所以巴西有专家认为说 就是一个过时的武器 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讲F16 其实纵观作战战史上面 历代的战史 只有有一次因为武器而结束战争的 那是日本的广岛原子弹 因为原子弹的关系所以结束 那从来没有说是因为一个武器 武器或许可以 就像亮哥刚刚讲的 可能可以拖延战争的这种时间可以拉长 但对整个大局来讲 你说光靠一种武器就想说是 整个改变大的战局来讲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如果光靠F16就想说是让乌克兰能够转败为胜 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 因为战史上面我们来看 除了说是原子弹丢到日本本土 所以才结束这场战争 那我觉得俄国来讲的话 其实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说是俄乌战争 现在很可能乌克兰要面临投降的命运 投降就可能不只是停战 为什么你看刚刚讲的 因为我一直在观察这场战争 这次来讲我们看到前面来讲 这个7月20到26号发起 33轮大规模的打击 那战斗地点是在 库拉西夫卡和波克罗夫斯克 这个有点绕口 但是波克罗夫斯克 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 我经常讲就是红军村 就是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在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俄罗斯会在这边 这个盾内斯克这个地方 发动这么大的一次 33轮的打击 因为这个乌克兰的所有精锐部队 全部被调到哈尔科夫去了 所以我们讲说 你可以说调虎离山也好 就是我在哈尔科夫那边 北边那边发动攻势 那时候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为了在应付北边的哈尔科夫 他希望在哈尔科夫这边 能够打一场胜仗 所以那时候他将很多的 这种精锐的部队 全部调到哈尔科夫去了 所以在顿内斯克这边来讲的话 他兵力就非常薄弱 那刚好就是所谓的 我讲的所谓重计 对不对 那这个当初 为什么要去打哈尔科夫呢 其实这个 摄尔斯基他也看得出来 我们军人都看得出来 你这是在调虎离山嘛 但是那时候他们都军 那个女都军叫玛丽安娜 就坚持你一定要打一场胜仗 不然后就把你换掉 所以说那他们也是 他们自己军方跟政治人物的斗争 所以他有步步地掉上去 掉上去以后 结果后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来讲 这个顿内斯克这边来讲 兵力就明显的不足 然后俄罗斯来讲的话 就在这边采取攻势 所以说波尔罗夫斯克 大家念起来很绕口 那我习惯用红军村来讲 但是为什么红军村很重要 因为打下红军村之后 大概所有乌克兰的 所有后勤不已 中枢就全部中断 包括那他就直接打到 这个哈尔科夫的屁股后面去了 就南北夹击嘛 他北边这边打下来 南边这边也打上去 那所以很可能 乌克兰就面临在这个地方 你要不然就是投降 要不然就是全签 那另外俄罗斯也很狠 俄罗斯这个国家大毛 经常很残忍很粗暴 他用的炸弹 现在已经改良成功了 叫做FAB3000吨的温压战 就是内克炸弹 他可以用飞机丢下来 有3000吨 那么3000公斤 三公吨 三公吨 3000公斤 他原来对不了那么准 他原来只能丢到1500公斤 对不对 他现在去 后来他去研究 改良那个小翅膀 他是炸弹可以丢到3000公斤 3000公斤 等于三吨的炸弹 这个温压战一颗下去来讲的话 真的是很残忍很粗暴 大概一线 可能就是 一二十平方公里 大概那边就寸草不生了 所以他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 下面一万3000名的乌克兰军 对就是因为他用FAB3000吨 他原来做 他原来丢的炸弹 他那个翅膀还做不到那么大 他最近改良成功了 原来只能丢到1500公斤 他现在可以丢到3000公斤 所以说他消灭了1.3万乌军的可能性 非常的高 那如果说按照这种进展速度 乌克兰来讲的话 自己兵力又残弱 不堪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很可能在 如果说是拜登来讲又退选 不再支持他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很可能面临的命运就不是停战 可能就要面临投降 那美国F-16支援他的话 可能性大不大 第一个我们先讲说是 你有战机来讲的话 第一个我们不要讲说能不能飞了 你要放哪里 你要放波兰 还是放这个罗马尼亚这些国家 对不对 你放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会不会变成这个 这个俄罗斯打击的目标 那就会卷取第三次世界大战 等于北约就必须要参战 但是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打 你如果说你飞机停在波兰 那你每次起飞过来 跟我在那边 那我们不可否则F-16还是 虽然说是四代战机 有可能在空战方面来讲 他是有可能会打赢俄罗斯的战机 但是俄罗斯云无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那如果说是你飞机总是要落地 你落地的时候 你落哪个机场 我就打你哪个机场 你落在乌克兰的机场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在俄乌战场上面 这个俄罗斯的打击目标 他用他的导弹 打击目标都是他机场 有一些旧的机场他也去打 让你这些机场没办法使用 没办法这个 那乌克兰来讲的话 如果说要保存这些飞机来讲的话 他不管是利沃夫那个城镇 那个城镇是在波兰边境上面 可能在属于他的后方 但是这个俄罗斯的导弹 也打得到那边 他的这种 他匕首啊 或者超高音速导弹 也可以打到利沃夫 那他国际能够放的地方 就是放到波兰 或者南边那个罗马尼亚 那几个国家 问题是这几个国家 你放在那边以后 会不会引起说是 俄罗斯的打击 所以我觉得 每次的这些F-16 这个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对美国或者北约国家 他们只是嘴巴在那边讲 那是不是真的赶上 这些飞机降落在这边 我觉得 可能他们也会担心说是这个引起大战 那尤其是美国现在如果说是拜登来讲的话 他又退选 那川普来讲 他的副总统 这个万斯又讲那话 不然乌克兰我们根本不关心 那美国会不会卷入这场世界大战 我觉得后续有待观察 那很明显的 哲伦世纪来讲 现在来讲 他可能抱一种心态 就是少输为盈 我可能这场仗打不赢了 那我想办法 所以说我们看到库列巴 对不对 他外交部长跑去中国 是不是双方来讲 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台阶下来 然后损失不要那么大 这个不要被逼到最后变成投降 我觉得目标来讲的话 双方现在打的算盘 可能就是在战场上面 才可以在裁判桌上面获得一个战果 张将就要补充 我认为F-16战机 还不是一个过时的武器 还算是个很好 因为大家最起码是第四代 而且现在很多国家 包含美军 包含日本 包含韩国 也包含英国 包含德国 都在用F-16 包含土耳其 也包含希腊 土西空战的时候 还F-16打F-16 就是土耳其跟希腊 那所谓过期是因为 他们乌军没有办法去驾驶呢 对 但是因为乌军 它有三个短板 你F-16要三个短板 第一个短板 就是飞行员的素质 跟训练不够 因为他的飞行员的 一线飞行员 就刚才 苏文所说的 在这个米格战机 米格29 米格31 还有苏凯25 苏凯27的消耗殆尽 那这些是两年之内 训练出来的 要去飞这个F-16 因为前面的 这些飞行员都牺牲了 那你拿这个新的飞行员 来飞这个 两年要训练成一个F-16飞行员 不可以 一个成熟的F-16飞行员 没有个700小时 8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间 不可以 所以来不及训练 来不及 你如果是 我们讲700小时 那你两年 一年要飞350 一年飞350 一年只有12个月 你一年要飞350 一个月要飞30个小时 12个月才360 根本飞不到 所以飞行时间不够 飞行时间素质有问题 飞行训练又不够 你这个飞机就没办法 发挥它的最新能 没有办法 会不会很容易 被俄罗斯S-400打下来 也很容易 就很容易被干掉 因为飞行员 它的材料 很多事情的战场觉知 整个战场空战的管理 座舱的管理 跟战场的管理不一样 座舱管理是你5G系统 整个飞行 还有战场的管理 整个外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两个都要管理到 你不能只注意到那边 没有注意到外面 或注意到外面 没有注意到那边 不可以 第二个短板是什么呢 空中管制 空中管制就是 乌克兰的这些 地对空的搜索雷达 有没有管制 或者是乌克兰 有没有空中预警机 我们讲到E2K 或者美国现在 还有E2D 当然它还有 我们叫E3 E3A就是哨宾式的 空中预警机 你有没有 没有 那你没有空中管制的话 你这个F-16就靠你 那个相位阵列雷达 在那边扫那个区块 它这个就是个 比型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你就看到这个 你就看到这个 窄窄这个区块而已 其他旁边你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样 你这个空中管制就是 战场的管制空中 是有问题的 第三个 我想俄罗斯会对它 F-16起飞的基地 跑到 轰炸 就像刚刚律将军讲的 这炸个洞 炸个洞 炸个洞就没办法 F-16 F-16 平衡的发动机 在左边右边 禁忌道 禁忌口 F-16禁忌口是在下面 它从肌腹下面 一个嘴巴 这边漆 地面上所有东西 你只要有一个螺丝 有一个势头 一打一吸进去 报销 你看那个要求 非常严格的 你只要跑到 它的进气口 是在肌腹下面 跑到要这么干净 非常干净 因为它下面吸东西 你都知道F-16 它那个 我没有带模型 你看F-16 它不是像苏凯 或者像米格 是左右边在那边吸 像幻象 我们的幻象两间 是两边的 筋骨号战机 进气口是在两侧 左右侧 进气口 是左右侧 腰弄式 左右侧 F-16是在下面 但乌克兰现在打到 那么大 F-16进气口很大的 那么大的进气口 所以乌克兰打到现在这个样子 它还有这样的环境跑道吗 对 所以就算是有的铺好吸好 只要是俄罗斯一个飞弹 打到跑道上面 不要动了 你这个不要动 整个要弹坑填补 填补然后夯实压到 然后战备干嘛铺上 然后所有东西都 不能有任何的那些 小碎石头都不可以 它这个俄罗斯 它一定会做这一个 那现在第四个 我们讲到还有一个短板 就是俄罗斯有重伤 对 这个有重伤 我给你讲 1500万颅布 大家都盯到 有奖金 有重伤这个奖金 大家都盯到 打第一架 都盯到这一个 1500万颅布 对大家都盯到 打一下就发了 就是说你可以在西伯利亚 买个100甲的地够 这边够了 大家都盯到 只要撒这一架 那就不好了 我们讲 因为大家盯到的状况之下 就变成无所遁形 而且你刚刚讲那个 初步提供50架 它没有飞行员 对啊 所以我在讲说 是飞行员的问题 那武克兰政府用一个月 1万美金要雇飞行员 拥兵 没有人愿意来 因为太容易被击落 所以这没有用嘛 这50架 就是放在那边 所以才会说是 不算过时 不是过时 是没有人 就没有人 找国际雇佣兵 找不到 有自己人培训 缓不济急 对 因为要飞行时间 要训练 相关的组合太多了 它能够单身训练 它上面又要两个驾驶吗 双座 双座 双座是两个 单座执行任务一个 OK OK 而且你知道它奖金谁给的 你知道吗 它奖金不是国防部给的 是某一家公司 就三亿营 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来讲 第一家吉洛米格基 这个义美公司 对不对 发给你100万奖金 大家认养就对了 大家认养 那义美它就做生意嘛 对不对 我做宣传 然后飞行员就拿到奖金 对不对 国防部也赢 所以参赢 它打坦克也是这样打 也是这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会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会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